不但要修法 而且還要進一步對ACC施壓 比如說行政院就修法 要打這個假新聞 包括災防法 糧食管理法 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等修法草案 然後裡頭都有一個 有關散播謠言或不實訊息等要 裁罰6萬以上 30萬元以下 廣電法這邊的修法草案 也增定了罰則 若違反自律規範 除20萬至100萬元罰款 違反事實查證 則除20萬至200萬元的罰款 至於民進黨立委鄭保卿 他更進一步講 反正你就一直罰他 罰到如果還不聽的話 沒關係 你罰不怕 我就直接掉你的罩 現在真的是NCC確定 是個獨立單位嗎 好像已經完全被行政院 跟立法院直接掌控 命令他要做什麼就得做什麼 但是與此同時 又傳出來一個很奇怪的訊息 就是突然有人說 有一些特定的勢力 要收購人家的粉磚 用的價錢從1000塊到1000萬 這很大的一個差距 比如說臉書粉磚就收到要求 收購的訊息 開價只有1000塊錢 也有網友分享粉磚 交易成功 他真的把他賣掉 對方透過南區農漁會帳戶 匯款5000元給他 好像就真的 就是他把5000塊 就把這個粉磚賣掉了 然後真才網站 又有一則招募訊息 要開出最高5萬 真小編 但要求支持和平統一 然後臉書又出現另外一個訊息 然後他說支持兩岸友好統一的 政治立場的網紅 年齡限定是20到25歲 女性說明是大陸內地 四川政府單位專案 流量與粉絲數不虛高 人美即可 這個一波一波 好像都在這一段時間 全部都出爐了 與此同時 他網路上也有網友發起了 所謂的新聞頻道轉台運動 公布地圖標記了這些小吃店 餐廳播放的新聞頻道 結果這個播出來其實還滿好笑的 因為最多的是TVPS跟中天 那民視三立這些 反而都是 大概兩位數 一個十幾一個三十幾 這個差異非常非常大 然後總統府發言人林鶴平就說 要密切注意其背後的目的 行政院院長蘇貞昌也講說 中國要併吞台灣是非常清楚的 用盡各種手段 會要求各部會加強因應 陸委會的發言人邱鎚也說 如設有違反兩岸條例 將積極查處依法開罰 這是確實真的有這個東西嗎 你確實有找人去查證過嗎 你如果全部都沒有查證過 只是網路上有人發出 這樣幾個訊息 我們的總統府發言人 行政院長 陸委會發言人 居然全部都出來 說說要這樣去查氣 難道你們是刻意帶風向嗎 如果這真的是一種帶風向 會不會這個消息 就是你們自己放出去的 我看你的粉磚定價多少 我剛才特別去找 因為這新聞出來之後 因為我每天大概都要收到 200個私訊 500個留言以上 要買你的粉磚嗎 不是 私訊很多 我有時候會看漏 因為最近比較忙比較累一點 我剛剛知道這個事情之後 我還趕快回去找看看 看有沒有人要來買 有沒有漏了 就是有沒有人要跟我買 我就錯失了這個 賓哥講如果開價1000萬的話 但我現在還沒找到 但是我跟大家講 這幾件事包含剛剛講 NCC對於新聞的控制 對於台灣現在所謂假新聞流竄的 這些東西的基礎 我就想問一句 什麼是真新聞 什麼是假新聞 誰來界定 誰 今天哪一個人出來講的話以後 所有人 2350萬人台灣人都覺得 他講的我們大家都接受 誰能做那個新聞真假界定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簡單講 包含了什麼小吃店等等的 哪一個具有公信的單位 拿出證據告訴我們 這個事情的傳言 他背後的盤根錯解 到底是真還是假 那個跑進餐廳拿遙控器去轉 轉到某一台 那個人他到底是誰 他的動機是什麼 就像我如果去轉了一個台 我到一個自助餐店 你不知道我在那邊 我以前在一個電視台18年 那個在周邊南洋街的所有店 我都已經吃到 打個都被賓魚 我去了以後我想要看 看NBA什麼我會轉的 老闆會給我遙控器 可是你可能拿不到 因為他放在抽屜裡面 他跟你不熟 對 所以就熟不熟也有一點 第二個 剛剛講到這個粉專 來 大家看一下 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嗎 我就提出來給大家 試著去理解 他發了這個管管 他意思是問這個粉專的管理員 你好 請問粉絲專業 有沒有意願賣給我經營嗎 我願意跟你買 這個人他有個名字 叫周瑋玲 他發給很多人 而且所有人都叫周瑋玲 而且都是不同的照片 現在這些發文的人 的帳號都不存在了 都不見了 好 我先跟大家講 他講完這件事情之後 就不見了 對 都不見了 第二個 今天自由時報 用很大的篇幅報導這件事 這是頭版頭 OK 好 第二個 他發訊的時間是 4月1號上午的2點25分半夜 半夜2點都不睡覺在發文 第一個 他可能是 重度的網路使用者 第二個 他是4月1號愚人節 所以這可能是一個愚人節笑話 愚人節的時候他發給你 甚至也有人講說 他要去哪裡選立委 有沒有 有一個不分區的議員 他也說他要去高雄 他也是愚人節 然後很多人講說 也有一些粉絲部落客在那邊寫說 我因為覺得 臉書的運算方式被改變了 我現在心悔意冷 我決定關掉我的部落格 我的粉絲專頁 就大家很緊張 不要啊 不要你開 就沒有 今天是愚人節 所以第一個 這個人是誰 你找出來沒有 如果他不是真正所謂的 中國大陸的網軍 他發給任何人寫了這個東西 然後現在被報導 這個新聞本身就是假新聞 觀眾朋友 如果你沒有辦法確定發文的人 他真的是所謂的中共的網軍 而且他真的要出錢給你買 只是一個愚住紀錄的網友 他在愚人節寫了一個樣的訊息 你就把它當成是投擺投擺報導 這就是一個假新聞 可是總統府行政院 那陸委會都跳進來了 所有對於現在小運總統的選情 有幫助的新聞都會極大擴大 所有對於小運總統的東西 選情跟初選有影響的 他都會講說那是假的 剛剛那個軍機 我們前一題不就是嗎 他直接跟你講沒有這回事 可是問題是 那個報導內容的後半段 因為我講台灣官員 似乎能夠理解川普的決定 所以就靜觀其變 我們等待 我們相信最後會有 他也不跟你證實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每天我們在網路上 收到這樣子很多的訊息的時候 因為連續在網路上PO出 類似這樣的人非常多 有時候你一個節日 一個愚人節 一個情人節的時候 都會有大量的聞 這是不是所謂的中共的 這個網軍要買 我不知道 我剛剛回到第一題了 誰來界定真假 光是這個網路貼文 你都無法確定真假了 先幫我們查出來 這到底是真是假 還有這個消失的帳號 到哪裡去了 所以你都已經 你都還沒有辦法確定他的真假 發文的人是誰 大家不是講嗎 當網路訊息不是確定的時候 你不要去 以他是確定的立場去評論 現在的狀況不是 已經當時是事實 而且說已經準戰爭了 而且台灣快要往了 所以結論就是要支持小英 所有在貼這個文下面最後的結論 包含那些在迪卡裡面寫的 所以我們一定不能投給國民黨 一定要支持小英 所以我回到一個原點就是 投給賴清德可以嗎 投給賴清德好像也不行 你現在只能回一次支持小英 文到底是誰寫的 發出訊息的人到底是誰 你掌握了沒有 會不會其實就是你隔壁的那個朋友 這才是重點 今天可以買自由時報了嗎 有 主持人我簡單解釋一下 這個所謂的廣電三法 這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廣播跟電視 一個是有線 一個是衛星 其實就這個三個法 就叫廣電三法 我要跟觀眾朋友報告說 這個廣電三法已經是 應該要把它廢掉 因為這個管理 其實非常的莫名其妙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有一個人叫做館長 網紅 館長在他的直播 不是剛才那個館館 不一樣 館長生產很好那個 他罵三字經 五字經在網路上罵 沒有人可以管他 可是你現在說看 我們的這個聖活龍的周末版 我們一個字都不能講 我們不能講 可是他可以講 為什麼 他在網路上 因為廣電三法 只有廣播跟電視 網路NCC是管不到 所以是NCC可以廢了 主持人 我從剛剛你講到 F16那個話題上就說 我可以接受總統府 外交部 國防部說謊 如果是為了國家利益的話 如果是為了國家利益 你說謊我可以接受 外交使令 為了國家安全 但是他是真的為了國家嗎 還是為了蔡總統的面子 還是為了民進黨的初選 這不知道 同樣的道理 這個NCC 包括蘇貞昌 這些民進黨這些怪招 是為了國家嗎 還是為了報復 因為不是只有被開放 那100萬而已 NCC之類都走人了 就是說他這些報復 他是持續性的 他把中天當成一個戰犯在處理 為什麼去年會數 就是你每天都在講 每天講我們民進黨不好 然後你們剖這個韓國瑜 所以我們民進黨說那麼慘 來 罰100萬就罰了 NCC主委說我不幹了 第二天在27號開罰 28號他就丟辭城 3月28號丟辭城我不幹就走了 管你怎麼院長吃不吃 因為他是一個大律師 他做NCC主委一個月才十幾萬 大律師一個月是幾百萬 他是委屈賺 我不做就走了 這些東西 因為主持人我也不曉得 我們這個尺度要怎麼拿捏 我講 如果不適合你再糾正 如果明年 如果明年還是民進黨執政 然後中天新聞台被撤照 我一點都不會意外 不是因為中天新聞真的違規 那個叫做政治報復 我連任 你死人 要換照 因為六年換一次照 抓到了 剛好 誰叫我這個蔡總統 連任或是賴慶德贏了 然後你們這些剛好又是戰犯 海外選戰打那麼辛苦 來 執照拿下來 我們之前有好幾次的撤照 有台 不是我們這一台 有台撤照 每一次撤照那一台都是來凶 其實撤照對我們廣播電視來講 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可是如同我剛剛強調的 是不是因為我們節目本身 我們整個台本身有違規 沒有 沒有 因為政治立場不同的追殺 大根報復有沒有可能 因為今天一起來 這個民進黨的朋友比較溫和 我認識都比較兇殘 以民進黨 相對比較溫和的 這個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以民進黨的手法 撤照不是不可能